这是拳击史上最诡异的一幕 比赛中拳手竟突然对着空气猛烈挥拳 就好像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人一般 这是发生在上周日南非的一场WBF拳王争霸赛上 不败拳王西米索通过猛烈的组合拳将对手击倒 然而就在裁判独秒后 西米索没有上前追打对手 反而禁止走向裁判 裁判也是求生欲极强 赶快躲开 这时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西米索竟然对着没人的空气猛烈挥拳 就好像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对手一样 裁判健壮紧急终止了比赛 而刚刚被他痛揍的对手 则因突如其来的胜利而兴奋不已 有人说西米索是被打懵了 所以才出现异常 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上一秒还将对手击倒了 之后西米索被送到医院治疗 但消息称他身体情况稳定并没有任何异常 他他出现了 他在连弦中 他转的连弦中 他转得更好 他认为连弦 他认为连弦 他仍然指向了 他也有反应 他还想到 他有个人受伤的连弦 他做了最好的事 and he protected the fighter